清明节就快到了花莲施工所谓的提升服务品质 便令民众继组扫墓 从3月份开始就在左仓公墓设置了服务处 提供咨询以及各项物资 并且也进行牵葬公告以及用火安全宣导 同时在周边环境进行了除草和喷药防治蚊虫 维持祭拜环境整洁 花莲市长维佳燕二号上午在清洁队长吴庆站 与殡葬所长陈伯新的陪同下 前往左仓公墓关切蚊虫防治喷药作业 他表示天气回温杂草的生长速度相当快 而小黑蚊更是猖獗 希望透过事前的整备工作 提供民众更为整洁的祭拜环境 4月即将进入我们清明扫墓的这个一个时间 为了扩大服务花莲市公所在这边有设立我们的一个服务站 那在这边也麻烦大家只要有墓基的一个查询 或者千丈的一个事宜 或者是救护站 那甚至于说我们的一个防蚊液的提供跟控权水 那还有防火的一个宣导 我们都会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 那在这边我们今天也拜托我们清洁队后 那在我们整个墓区进行我们的除虫的一个喷药的一个作业 那也希望说我们在扫墓的时候 避免一个蚊虫的一个叮咬 有一些杂草的部分 请大家也要注意有没有一些蛇类的一个出没 那祝福大家后我们就是记住的时间一切平安 左仓地区的扫墓人潮与其廉价期间进入高峰 花莲市公所也携请各单位 在墓区两侧出路口 兼华路及中山路市围中学附近 沿途设立指标大型看板 导印扫墓人潮 并会在4月4号起1年2天 上午7点至下午4点采取交通管制 请民众留意并配合相关措施 记者 徐立晴 华林士报导